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在王子曰相聚 这是一个结合经典诠释和生活事例分享的节目 希望透过经典智慧帮助我们更愉快的生活 王子曰就是王老师开讲的意思 各位朋友我们今天的这一讲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位孔子的学生叫明子谦 他是孔子德信科的学生 以孝亲孝友闻名 那故事被写在24校里头 24校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都没有学过这个故事了 那我们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明子谦他正确的名字叫做明笋 四子谦他是春秋时候的鲁国人 比孔子小15岁 刚刚提到说他以德信著称是孔门四科十折里面德信科的学生 尤其谈的是他的这个孝孝顺 那比较有名的故事呢 你可能在网站上面搜寻是用单衣孝亲 单件衣服孝亲 那其实不是单件衣服啦 不过单衣孝亲就是我们这一集的标题 或者是呢这个谈说他是鞭打如花 然后单衣顺母 像这样的关键字词呢 可以找到呢明子谦啦 这个明子谦的祖先呢 是鲁国鲁敏公的后裔 这个鲁庄公呢 去世以后呢 照理说应该由他的弟弟呢 公子班继位 但是呢 他被这个弟弟庆福所杀 所以后来呢 就由弟弟呢 公子起继位 这个就是呢 鲁敏公啊 后来呢 不久又被庆福呢 所杀以后呢 这个庄公的四弟啊 既有辅佐呢 鲁西公继位 平地内乱啊 那庆福自杀 这个敏公的子孙呢 就用敏呢 当他们的姓 这个敏公的第五代孙子呢 叫做敏马父啊 这个就是敏子谦的父亲 他是鲁国的大夫啊 在鲁昭公的时候呢 曾经负责了兼修周史啊 周代的历史 所以呢 其实 明子谦呢 的这个祖先呢 是贵族啊 那他自己的爸爸呢 是鲁国的大夫 那明子谦的爸爸呢 在他出生的时候啊 做了一个梦 梦见说呢 这个文奎星啊 穿着五彩斑斓的衣服呢 手上呢 拿着这个玉玺哦 跟福禄寿 三个新居呢 一起这样在床前啊 所以他爸爸醒来之后呢 诶 整个屋子里面呢 弥漫着这个兰花的香味 久久不散 后来明子谦呢 就出生了 古代的人啊 读很多古书的故事呢 常常会读到说 要有一个什么预兆啊 后来就生了一个小孩 对不对 那你看嘛 就是明子谦他爸啊 在他生之前呢 梦见那个文奎星 文奎星就奎星踢斗的 那个文奎星啊 还有福禄寿呢 三个星君站在他的床前嘛 所以代表说这个小孩子呢 生下来呢 其实是一个很高的祝福的 而且那个家里头会香香的 这很神奇耶 对不对 后来明子谦出生以后呢 他在baby的时候啊 就面相就长得很特别 就是他的脸部周围 常常都会有那种 就是有气呢围绕着 然后呢 每次到了中午的时候呢 这两股气呢 就会开始移动 然后到了满月的时候呢 这两股气呢 就会逐渐消减 所以他爸爸就觉得说 这其实蛮神奇的嘛 就帮他呢 取名叫做笋啊 那呢 这个明子谦呢 幼年的时候 他妈妈就去世了 那因为爸爸做官嘛 常常不在啊 那呢 这个爸爸呢 就想说 这小孩这么小呢 怎么办呢 一时没有人照顾啊 于是呢 就再讨了一个后妻啊 就是第二个太太 这个李氏啊 来照顾这个明子谦 后来这个明子谦的这个 继母呢 生了两个男孩子啊 大的呢 叫做敏虚 小的叫做敏如 那这个继母呢 又等于是家里头 现在有三个孩子啦 对不对啊 因为自己生的是有两个男孩子啊 所以就忙着照顾呢 这个自己生的孩子 那当然也就会比较偏爱自己的孩子嘛 于是就对这个明子谦呢 就渐渐的冷淡了 而且这个偏心呢 越来越明显啊 就是不论是这个穿衣啊 饮食啊 都是比较疼爱自己生养的孩子 那这个明子谦她爸呢 常年在外嘛 其实对这个后妻啊 就是对这个第二任太太呢 这个对待明子谦不好的事情 其实是不知情的啊 后来有一年的那个冬天呢 就天气很冷啊 那呢天上都下雪了啊 那呢这个继母呢 就要准备给这些孩子穿那个棉袄嘛 他就帮他自己生的两个孩子呢 穿着那个田有木棉絮的这个棉袄 然后明子谦呢 是穿那个田满芦花絮的棉袄 这两个棉袄里面充田的那个棉花呢 不一样啊 那呢这个芦花絮呢 就是比较蓬松 可是实际上呢 是一点都不暖和 那呢他自己的小孩呢 穿的这个木棉呢 就比较薄嘛 可是其实非常的暖和 那爸爸要出门啦 就爸爸要坐车啊 就就让这个明子谦呢 在前面呢 负责长鞭要赶车 可是因为太冷啦 那明子谦呢 就冻得发抖啊 然后就没办法很专心嘛 于是他就失手呢 把僵绳呢掉到地上 那到马车就失去控制啊 就滑到路旁的水沟里头 他爸就超生气的啊 就拿鞭子打他 然后呢就说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没出息啊 你穿这么厚呢 还在那边发抖 你看啊你弟弟啊 这棉袄比你的脖 也没像你冷成这样 他爸就越说越生气啊 然后呢 就打他打的那个衣服啊 都扯破了 那衣服破了之后 哇一看呢 就原来啊 里面是露出的是这个卢花絮 后来他爸才发现说 这个事情的真相啊 原来这另外这两个儿子的这个棉衣呢 其实是比较好的啊 那爸爸才知道说 他现在等于是冤枉了明子谦嘛 就大骂他这个第二任太太 而且很严重决定要休息啊 明子谦呢 就含着眼泪呢 跪在这个爸爸前面 哀求他父亲说 不要休了继母 然后而且他还替那个继母哀求说 母在一子函 母去三子丹 单身的丹 这个后母还在的话呢 一子函 就顶多只有我一个人受冻而已嘛 可是呢 如果母亲离开的话呢 三子丹 就是两个弟弟呢 跟我这三个 我们三个孩子啊 都一起要承受呢 没有母爱的孤单啊 我们三个都会一起受苦啊 那其实就是 他就希望说 他爸爸不要让这个继母离开哦 就是我现在确实来一个人受冻 可是如果继母真的走了话 三个孩子就孤苦伶仃都没人照顾了嘛 那爸也觉得说 对啊 就是他讲的也是蛮有道理的哦 那呢 就打消了这个休期的念头 然后那继母当然就听到说 这个明子迁呢 就是哭求留他的事情嘛 就觉得很感动哦 然后也就觉得很懊悔 从此以后呢 就当然就善待这个明子迁哦 没有那种差别待遇了啦 所以呢 后来我们就用这个明子迁呢 这样的一个故事呢 这个元代的郭居敬 就编了一个24校 跟明代呢 有编一个24校图 就把这个明子迁呢 单一顺母 编打如花 就列成了在整个系列当中 24校系列当中的第三篇哦 这个中国传统戏曲里面 有那个禁句 禁朝的禁哦 这个禁句如花呢 也是用他的故事呢 当作创作背景哦 所以就是24校的故事里面呢 为什么列了明子迁哦 就是原因 就是像这样的一段故事啊 孔子呢 的论语的这个先经篇里面呢 曾经称赞过这个明子迁说 孝宰明子迁哦 就是呃 称赞说明子迁真是一个孝子哦 而且论语里面特别提到说 人不见于其父母昆地之言啊 这个见是这个房间的那个见 可是这边应该念见啊 就是明子迁 人们对于这个明子迁的父母兄弟啊 提到说明子迁很孝顺父母的那些话呢 不是不会有所怀疑的 就是极度称赞他说他很孝顺啦 可是其实古代啊 孝顺的人很多啊 就不是只有明子迁啊 可是问题是呢 为什么孔子会特别称赞他呢 因为呢 其实明子迁的这个孝顺的故事啊 其实是比较特别的啊 就我们如果只是表面上看到他很孝顺 这就是一种表面的理解嘛 重点是说 他虽然呢 孝友 对后母很孝顺嘛 然后呢 对这个弟弟呢 两个弟弟也蛮有爱的哦 但是外面呢 也没有人非议他的父母兄弟 大家不会误会说 他爸就是很糟啊 对不对啊 因为他爸就是在外 不晓得后母这么坏嘛 或者是大家也不会故意去谈说 他后母就是因为是后母嘛 所以就call dog 对不对 call dog 那个前妻的这个 孩子啊 所以大家不会特别去这个 diss他的父母兄弟 所以从这个地方呢 更加凸显出这个他的孝心 孝道 孝行的可贵 因为其实儒家谈孝 并没有说孝顺啊 所以我们其实花了蛮多力气 在谈儒家关于孝道 孝是什么意思啊 孝其实是孝敬父母啊 要有孝心啊 要还不是只是孝养 养育而已啊 因为这个其实儒家是不谈呢 孝顺的啊 因为如果只是不变是非 一味的这个顺从顺服的话 这很容易引起误解嘛 就是是余孝啊 那实际上说合理的事情 当然是要孝顺嘛 但是如果不合理的 就不能够随便顺从啊 所以把麻木的顺从 把责任都推给父母兄弟 这当然是不孝啊 这个明子谦的孝 就是因为呢 他没有 就是完全的盲目的听从 也没有呢 让父母兄弟呢 受到他人的意义 所以显得呢 更加的可贵啊 所以这个其实谈孝呢 这个我国历史上面 第一位大孝子呢 其实是孙 孙的家庭呢 也非常惨啊 这根据呢 上书谣点里面提到说 这个顺呢 他的父亲啊 是月官骨手 那他的父亲呢 心术不正啊 然后他的后母呢 态度呢 是很傲慢 放肆轻狂的 然后他的弟弟叫做相 就大相的相 弟弟相呢 是骄傲轻慢呢 又非常的不友好 但是呢 顺都还是跟他们和谐相处啊 克谐以孝 这是克敬孝心啊 用这个孝道呢 跟家人和谐的相处 所以呢 大家就推赞他说 因为他的这个德业 很好 很醇厚嘛 像这样的人呢 来治理国物呢 应该不至于呢 太坏啊 所以其实 刚刚呢 谈说 这个在人伦之常里面 要表现出孝道比较容易 可是 明子谦碰到这种是人伦之扁 就是 季母很偏心 然后又对明子谦 非常不好的情况下 但是明子谦 还能够哭求父亲 去挽留季母 还说出呢 母在一子寒 母去 三子丹的话 所以呢 后来就让这个季母呢 非常的感动 那他的这个 二十四孝的故事啊 就是在当时 那个郭居敬 做这个故事的时候 还有把每一个故事 配上一首诗 然后变成是 儿童的启蒙读物 其实对于这个 传统的影响 是蛮大的 我这个小时候啊 也有读像这样子 二十四孝的故事 除了明子谦以外 其实我们还读蛮多人的 那呢 但是因为我们今天 不是要讲二十四孝的故事嘛 我们就暂时呢 先打住 我还想跟各位呢 分享一个 明子谦呢 的另外一个孝行的故事 这个事情呢 是这样子的 这个例子是出自于呢 这个说院的修文篇 因为全文比较长啊 所以我也是用说故事的方法呢 跟大家做说明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YouTube的版本啊 在上面呢 已经有录了全文在上头 这个是明子谦呢 守礼节哀的故事啊 这故事里面呢 有子下 明子谦 孔子啊 跟子贡四个人 子下呢 这个守商期呢 三年满了之后呢 来见孔子啊 孔子呢 就给他一把琴 让他弹琴 那子下呢 拿过琴来弹奏呢 就神情就很愉快啊 然后呢 因为已经商期结束了嘛 那他就站起来呢 跟孔子说 先王规定呢 这个父母之商要服 三年的商服啊 我不敢不做到 先王治理不敢过也 于是呢 孔子呢 就称赞子下说 你真是君子啊 后来呢 这个明子谦呢 也守商三年期满 来见孔子 孔子呢 也给他呢 一把琴啊 就让这个明子谈奏 明子谈呢 拿过琴来弹奏以后呢 神情呢 显得非常的忧愁悲伤 他谈完了之后呢 站起来结束了啊 他就说呢 这个先王呢 规定呢 这个父母之商 是要服三年的商服嘛 那我不敢超过 所以呢 他就回答说 先王治理 不敢过也 不敢超过 那孔子呢 也一样称赞他说 啊 真是君子啊 那子贡呢 就现场目睹了这一切 子贡就觉得很不能了解 对不对 他就问孔子说 哎 明子谦呢 守商啊 就是于哀未尽 对不对 还是非常伤心啊 那呢 这个孔子 老师你称赞说他是君子 可是呢 子下也是手伤 他的手伤呢 悲哀呢 已经结束了 悲哀已尽啊 老师 你也称赞他是君子啊 就是两个人都一样 是手上伤情满了 然后两个人弹琴 一个觉得很开心啊 然后孔子称赞是君子 这是子下嘛 一个觉得 哇 还是很伤心 然后呢 这个 是明子谦嘛 可是老师你也同样称赞他是君子 两个人其实那个态度啊 不一样啊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各位你可以发现 孔门里面 对同样一个问题 常常会有不同的表述 对不对 然后因为每个学生个性不同啊 对同样一件事情啊 就是父母过世 扶桑三年呢 起满之后呢 我的这个伤心啊 的那个表现呢 也是不同的 那可是因为伤期已经结束了嘛 所以就是当然可以弹琴啊 其实孔门谈呢 这个三年的伤期 不是真的守满三年 三乘以十二三十六个月 不是嘛 这个我们在前面呢 谈三年之伤的时候呢 有提过了啊 那呢 因此在这边呢 子贡就觉得很不懂啊 子贡呢 是这个蛮聪明的学生啊 然后他口条也非常好的啊 我们在前面也跟各位介绍过子贡的故事 当子贡呢 跟老师这样子提问之后 其实是问了一个还蛮重要的观点 老师你都称赞他们是君子 啊你是不是随便乱称赞啊 所以呢 后来呢 孔子就回答说啊 明子迁呢 于哀未尽啊 就是但是 还是根据古礼呢 来完成伤福 就他非常伤心 对不对 虽然他服了三年之伤 但是 他还是非常伤心 可是 他不会因为他自己 非常伤心 因此就服伤的 超过那个伤期 还是一样服伤三年 就结束了 那么子下呢 他其实是已经早就脱离哀伤了 对不对 但是还是仍然按照呢 古礼的要求呢 持续哀思 也一样呢 服伤服满三年 所以呢 他分别称赞这两个人 都是君子嘛 啊 所以呢 这个一方面呢 这个明子迁悲哀不止 是用礼呢 来抑制 抑制自己的情绪 所以是君子 那么子下呢 虽然悲哀已尽 但是呢 也引导自己的情绪呢 趋向礼 所以呢 说是君子 所以可以发现啊 这个于哀未尽 跟哀情已尽啊 这件事情呢 都要保持在一个 礼的分寸节度里面 当呢 哀情已尽的时候呢 不敢呢 不及礼 就是用礼 来引导心情 让情绪的表现呢 趋向礼 所以他表现出来 虽然是愉快欢悦的 因为哀情已尽了嘛 但是呢 还是一样 持续呢 守满这个鼓礼的 一个时间 可是明子谦呢 虽然于哀未尽 不敢呢 过于礼 用这个礼呢 来抑制心情 也让自己的心情 不要过分的悲哀 所以他虽然 谈情的时候 妻妾悲伤啊 但是他仍然是 守三年之丧 就好了啊 正在孔子的角度来说啊 孔子呢 会谈说 一个人啊 这个的情绪 要怎么样呢 要哀而不伤 乐而不饮啊 就是 悲哀 忧愁 但是不悲伤 哀伤 哀而不伤 那你虽然快乐啊 可是呢 不饮 饮本来指的 就是那个 饮当的那个饮啊 这个饮呢 是本来指的是 静饮 这边指的是 沉溺在其中 就是虽然很快乐 但是呢 不放纵 所以为什么要谈说呢 父母之伤 要服三年之伤啊 主要是为了 遇到那些呢 大笑的人呢 能够节制悲伤 对于呢 孝心呢 稍微差一点的人呢 可以给他们 一种勉励啊 对哀乐 要发忽情 只忽理 不要被情绪所困 要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然后呢 在工作跟生活当中呢 尽量的做到 恰如其分 不要呢 丧失了 理智的判断 所以一方面呢 乐而不赢 可以帮助我们 养成良好的品格嘛 对不对 然后保全自己的 民生跟尊严 二方面呢 哀而不伤 就可以帮助我们呢 远离烦恼 避开呢 那个走极端路线 维持住自己的智慧 跟理性啦 所以为什么谈说 这个理啊 礼貌的理啊 是蛮重要的 这边谈的是 这个明子谦跟子下 对于这个三年之商的 这个理完成之后的 一个表现嘛 各位 我们再再提到说 理是道德跟社会规范 那道德是什么意思 道德就是一种弱控制 就是理的分寸节度呢 有可能会随着 时空环境的不同 会有所调整改变嘛 所以呢 这个 孔子的学生跟孔子呢 讨论三年之商 讨论呢 三年之商之后的 那个对应态度 那这里头呢 发现说 诶 理被改变了 或是什么样 才是合乎分寸的呢 这边呢 很重要的 就是要对话 要讨论 还有更重要的是 要每一个个人 要有高度的自我觉察 先自觉 然后呢 觉他 为什么这个 察觉力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有可能是 你没有错 是对方有问题 对不对 但是也很有可能是 对方有问题 是你没有问题啊 所以不要有一种 我绝对是对的的 那种答案 没有所谓 绝对的正确的 标准答案 所以呢 谈到呢 这个守商啊 这件事情 当然孔门的学生 会有不同的 一个思考 那呢 这是在讲古代的社会 那我们可以发现 到现代的社会里头呢 其实这个 商事的备伴呢 已经有一些 不同的调整 可是呢 对于呢 这个 亲人过世啊 为什么古人会说 死生大疑啊 这的确是一件 蛮严重的事情啊 嗯 讲到这里呢 我想谈一下呢 就是我自己 的一个生命经验啊 我记得呢 我外婆过世的时候啊 我外婆是 七十几岁过世的啊 那 我外婆过世的时候 我已经在教书了 但是我外婆过世以后呢 我有十年的时间 都没有办法教祭文 以前那个教材啊 课程里面 学生的课文里面 有选那个 圆梅的祭妹文 就是圆梅祭到他的妹妹 圆树文 然后里面就会回顾 他们兄妹之间那种亲密的感情 然后还有选那个 韩玉的祭十二郎文 这个十二郎是谁呢 是韩玉的侄子韩老臣 那因为韩玉幼年丧父 就是他 他这个哥哥跟嫂嫂抚养 他长大嘛 所以他跟他侄子十二郎啊 从小就一起长大 然后经过很多 就是很多的相处 然后就感情很好 可是到了成年以后呢 这个韩玉四处漂泊 就很少跟十二郎碰面 就这个当那个韩玉观韵要好转 有可能跟十二郎可以重聚的时候 那十二郎就过世了 所以这篇文章其实也非常感动 这个祭妹文啊 祭十二郎文 是这个祭文当中的经典 所以课本里面都有选 每次教这两课的时候啊 我都没办法开口 因为要讲到爱记的地方 我就很容易想到我阿嬷 所以我就故意 闪课不教 或是我就叫同事呆可 因为我觉得这个 亲人的过世 真的太伤心了 大概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 我都没有办法开口 去提我爱婆过世这件事情 就是其实因为死亡是不可逆的 我们现在谈说 那个人就人间蒸发了 感觉人间蒸发 很像打电动打楼啊 就把怪物干掉一样 或是手机上面把谁拉黑啊 就把谁屏蔽啊 删掉对不对 可是现实生活不是这样 现实生活里面的人啊 是有呼吸 有血肉身体的 每一个活生生的人 特别是我们很熟悉的家人 其实说真的 常常也不是真的很认识 很了解你的家人啊 有可能是你的家人啊 不会表达或不懂表达 或者是说你因为功课很忙啊 工作很忙 其实也没有时间没耐心呢 多去跟你的家人说些什么 所以谈到明子谦的笑 我很盼望说 趁着现在要过年啊 过年会有很多那个家人 需要一起打扫啊 一起去买东西采买啊 或是一起吃东西啊 或是一起放假在家的时间 我想呢 全家人啊 一起好好吃顿饭 看看你们全家 一个都不漏的可以聚在一起 其实这样也就很幸福了 然后你可以谢谢你家妈妈 做一桌这么好吃的菜 可以全家在一起聊聊天 不要只是各自玩各自的手机嘛 如果找不到话题的话 你可以跟你家的爸妈分享一个 你最近看到不错的YouTube影片嘛 不然的话我觉得一起骂政客啊 我也觉得是不错的活动耶 只是我要提醒长辈人 听年轻人意见的时候 重点是听啦 就是长辈真的不要给出太多自己的想法 就家里的年轻人啊 愿意跟你说 愿意表达 这个全家才有机会 多坐在一起说说话嘛 想想 台湾就是因为选举的时候 大家都在各说各话啊 所以我们的生活 才多了很多趣味的聊天的谈资嘛 就很多聊天的趣味话题啊 你看那个网友都会做很多 很好玩的梗 对不对 很谐音啊很有趣啊 或许我这样想啊 这种感觉其实就觉得 王老师你其实蛮费蛮负责任的啊 但是其实我真心觉得我们的自己的生活啊 得靠自己认真维护照顾 这中间有很多得靠自己用心努力的地方 但是也还有更多不可测的 努力也没办法的地方 你看哦 我们才刚度过三年的COVID-19的疫情 这怎么会想得到呢 然后他就是感觉COVID-19 现在发现好像就是泪感冒 对不对 然后得一个像这样的病毒 他那个人就没了耶 所以回到这边呢 讨论孝道 看起来好像是很巴谷 但是如果我们再认真想想 一个人如果家庭关系好一点 那我们就是有依靠的人嘛 这个家庭关系好的小孩 将来出了社会 应该也会少一点社会问题 至少不会给社会带来负担嘛 我们这一集呢 上架的时间呢 也刚好是选在最热烈的时候 这个周末你应该会有一些 待在家里看电视的时间吧 那么如果你的家庭关系好呢 请大家呢 不要忘记谢谢你家的爸妈 感恩这辈子呢 难得的父母儿女一场 因为有父母啊 所以你不是孤独的 你是有依靠的 但是呢 如果你觉得你的家庭关系不够好 也请大家呢 还是在心里呢 感谢你家爸妈啦 因为这辈子呢 还在报恩结束以后呢 下辈子你们也不会继续在一起了 并且听完节目以后啊呢 你就可以开始行动了 替即将到来呢 有意思的周末呢 做一些准备吧 好了 今天的重点整理 第一点 明子谦 明笋 自子谦 他是孔门里头呢 得信科的学生 第二点 明子谦呢 以单一校亲 单一顺亲 列名为24校之一 第三点 孔子评论明子谦 和子夏手商的事情呢 谈说呢 是明子谦是 于哀未尽 不敢过于礼 孔子下世呢 爱情已尽 不敢不及礼 孔子认为说呢 对于呢 这个哀乐的心情哦 要哀而不伤 乐而不赢 所以评论呢 他们两位呢 都是君子 最后呢 我想要跟各位分享哦 父母呢 是我们永远的靠山啊 在这辈子当中呢 要感恩呢 感谢父母呢 无私的付出陪伴 一年要结束了哦 我很幸运的是 我有一对呢 非常好的父母哦 那呢 不晓得你的家庭 是怎么样的呢 可是因为父母 儿女一场 也真的只会有一辈子而已啊 好咯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听 让我们透过经典好声音 感受经典智慧 一起发现一个更好的自己 我是王老师 我们下次见哦 拜拜 我们下次见